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706集 没必要这样 橘猫猛的一将保持功倍姿势 将硬了几秒 突然发出凄厉的尖叫 满地打滚 他的一只瞳孔化作漆黑 一只瞳孔染上了纯粹的赤巾 既腰异又神圣 橘猫的叫声七粒嘶哑 四肢乱灯 像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许清安不再耽误 屈指一弹 将曹青阳的魂魄弹入眉心 然后转身向橘猫靠近 白莲道姑拦住了他 环顾中弟子交赤道 别傻愣着 素杰太上阵法 杜颂功德 说话间 他抛出一道金丝编织而成的细绳 把橘猫捆绑的是结结实实 橘猫尖叫声欲发凄厉 天地会弟子们如梦初醒 一拥而上 将橘猫围在中间 他们手捏道绝 口中念念有词 霍夫无门 为人自招 善额之报 如有遂行 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 声音起出草乱 后渐渐整齐 化作同一个声音 再过片刻 整个天地间 仿佛只剩下念诵声 许清安清晰地看见 天地会弟子们 眉心溢出一缕缕 陈曙般的金光 轻柔如春雨 洒向了橘猫 橘猫 左眼的金光赤声 压过了右眼的漆黑 他渐渐停止了挣扎和惨叫 静静地爬伏在地 彻底地安静下来 另一边 曹青阳刚恢复意识 就听见了层层叠叠地 浩大吟诵 他有些茫然地打量四周 而后看向武林盟众人 发生了什么事 我记得 我最后输给了 人宗到手 魂飞魄散 他一时间分不清 之前的经历是幻觉 还是真实 见他醒来 武林盟众人如释重负 万华楼的楼主奄然道 曹盟主 是许公子保住了您 国师只是射出了您的魂魄 刚才 许公子把你的魂魄带回来了 杨翠雪等人纷纷解释 言语中暗示 许阴罗的求情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才让国师网开一面 没有赶尽杀绝 武林盟的帮众脸上挂着笑容 看向许清安的眼神充满感激和认同 虽然这次连子没有争到手 但不打不相识 武林盟和许阴罗结下交情 对于这些案中崇拜许清安的帮助而言 心里一片火热 曹青阳缓缓点头 给人正气凌然的脸庞 拽向了许清安抱拳道 多谢许阴罗高抬贵手 许清安还了一礼 曹盟主言重了 事务要谢曹盟主才对 我看曹盟主并非贪婪之辈 为何对九色莲花如此执着 曹青阳没有回答 淡淡说道 今晚曹某再选荣山设宴 希望许阴罗赏脸 意思是这样说话不方便 曹青阳有结交我的意思 想把关系更进一步 许清安点头 那就叨扰了 对了 请盟主为我驱赶一下周围的江湖散人 见他答应下来 武林盟众人脸色玄机露出笑容 曹青阳汗手 我会在山庄外围留下一部分人下来 防备地宗道士趁机折返 警告天地会的战力 如果地宗和怀王密他杀回来 恐怕难以抵挡 曹盟主不愧是老江湖 经验丰富滴水不漏啊 许清安拱手 多谢 等武林盟众人退出越式山庄 许清安等人静等片刻 不多时天地会弟子们吟颂声减弱 继而消失 呼的一声 像是经历了一场激烈大战 吐气声四起 弟子们不断地擦拭额头汗水 橘猫依旧趴扶着毫无动静 许清安边看着橘猫 边靠向白莲道姑问道 怎么回事啊 楚原者南宫欠柔几个外人好奇地看过来 金莲师兄和黑莲的一缕神念相容了 暂时难分胜负 方才我们在为金莲师兄杜颂功德 助他压制黑莲的魔障 白莲道姑解释 这本就是之前定好的计划 许清安诧异 金莲道长能和地宗道守的一缕魔念纠缠 他心说这不科学呀 地宗道守的分身是三品 金莲道长撑死了四品 不可能是三品他怎么做到的呀 是羞使的 是地宗秘法 白莲道姑笑容不变的解释 许清安点点头 接受了这个解释 所以对于地宗道守的分身 金莲道长早就有应对的计策 地书碎片持有者的任务 是对付武林盟以及其他人 不啊 在金莲道长看来 李妙珍和楚元珍都是天头 他真正看中的是我呀 白莲道姑皱了皱眉 说道 刚才 他们是想夺曹青阳的肉身 不知为何 突然改变了主意 夺射了一只猫 天地会弟子们 也感到了疑惑 为什么 大概是他对猫爱的深沉吧 许清安耸耸肩 假装自己不清楚 这时 橘猫尾巴轻轻一动 似乎恢复了意识 他慢慢起身 蹲坐 以黑以金的双眼 缓缓扫过众人 是我 橘猫口吐人言 传来金莲道长略显沧桑的声音 在场所有人 齐齐松了口气 我暂时压制住他了 嗯 九色莲花在何处 金莲道长有些迫不及待 在我这里 橘猫微微点一下猫头 温和地说道 把莲子和莲藕交给白莲 白莲师妹 我们准备去下一个藏身地点 就在这时 橘猫漆黑的右眼 突然闪过幽光 橘猫刺牙咧嘴 猛地扑向白莲道长 替内传来阴冷邪义的声音 白莲师妹 随我回地宗双修吧 啪的一声 许其安挥舞刀桥 把橘猫拍翻在地 橘猫挣扎片刻 左眼金色瞳孔亮起 旋即恢复理智 优雅地蹲坐 咳嗽道 我虽然压制住了他 但偶尔会被他占据主动 白莲师妹 你不要介意 白莲道姑光洁的额头布满黑线 面皮抽搐了一下 淡淡说 禅一 驱赶一下山庄里所有的母猫 金莲道长抬起一只前爪 用力地拍打地面 略显慌张的语气 没 没必要这样 白莲道姑柔声说道 金莲师兄自然不会做出道德败坏的事 我们要防备的 是妖道黑莲 他已入魔道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快 他这是在给金莲道长挽尊吗 许家心里想着 没忍住 扑的一声笑出来 他这一带头的顿时 扑扑扑的 楚渊者李妙珍 丽娜几人没憋住 跟着笑出声 天地会地 只是又悲伤又想笑 表情是异常古怪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